大家好,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 是这样,前一阵小米出了自研的操作系统 是这款,小米澎湃OS 其实它英文是小米hyperOS hyper在英文里的意思有点这种火热 热情澎湃,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它这番是澎湃OS 人家雷军也很实诚 人家说了我们小米自研操作系统澎湃OS 它就是基于安卓做的一个深度定制 但是深度定制也不仅仅是说给你换一瓶 它肯定是要做很多基于安卓的这些代码 这些系统,这些AOSP等等 做的一个深度魔改 可以类比的话呢,就是华为 华为的鸿蒙 虽然华为自己一度死活不承认 非说是从核心就是纯自研的 然后给你乱八道东西混一起 非说我这就是自研的 是吧,没人说你不自研 但是你是基于安卓的自研 就是没了安卓呢 你这个鸿蒙一般是跑不起来的 这点呢,它死活不说 一度呢,被人所批判 像我呢,也做了很多期 专门去喷这个鸿蒙 我并不说鸿蒙啊,是抄袭 鸿蒙没有抄袭 只是它呢,借用了很多安卓的一些代码 还有一些接口 但是死活不承认 非说我跟它没关系 这让我们这种啊,干技术的人啊 觉得非常不耻 用就用嘛 你写论文的话呢 还难免引用其他人的论文 你为什么引用别人论文 你非要大众脸充胖子 说我这论文呢,谁都没有引用 我就是自己写的 我觉得没有意义啊 但是我能理解很多华为粉丝 他就非得觉得说这个 这么着特别有面啊 特别张脸啊 好吧,不摆着这个事啊 总之呢,小米自己说了 我做的澎湃OS 就是基于安卓的深度魔改 自言啊 其实你可以参考类比的就是鸿蒙啊 这一下呢,从了马封窝 很多人不高兴了啊 包括像这个 有个社交媒体平台 就有人说 这个雷军啊 是雷买办啊 说华为这个刚出来Mate60 说那个老美极限 打压华为三年 没把华为干倒 反而逼出了麒麟9000S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说 这个麒麟是华为弄的 麒麟是人家是中芯国际弄的啊 跟你华为没什么太多关系啊 华为都是芯片设计啊 但是制成什么的是人家那个啊 中芯国际芯片设计 没有那么高技术含量 有技术含量的是 像这个中芯国际N加1这种技术 这叫技术啊 设计不算是技术 设计是有专利的 但它并不是什么核心技术 谁都可以设计好吧 设计有高 设计有低 就开始呢 你也搞这个手机系统自研 为啥呢 你就是想跟这个鸿蒙系统嘛 一争高下嘛 我也是奇了怪了啊 为啥呢 这鸿蒙也出了两三年了啊 那问你在什么时间节点 小米出一个自研手机系统 在你们眼里 他就不是在去跟爱国的华为搞竞争了呢 我觉得可能在任何时候 你们都会认为他是搞竞争 不然你们不想让华为损失 哪怕一点点市场份额 哪怕哪怕 这个小米他的自研 他也是一个国产化的一部分 对不对 国产化这玩意 难道还只能让华为来 别人都不许掺和 这块市场必须我一人吃 有这个道理吗 所以他们说呀 小米呢 是拿了国外的指示 成为买办 让买办呢 包装成自己研发东西 和华为呢 去抢市场份额和爱国情怀 这样呢 就是两头受益啊 毒计啊 所以呢 就些傻逼啊 应该还是南京大学博士 那就开始挑出来说了 作为最近呢 真的热闹 网上又开始讲某些 所谓的国产手机商 这块胡 国产化率如此低 我脸都红啊 突然呢 就牛逼克拉斯了啊 我也不知道这词是哪学的啊 又是什么扛靶子了 又是百花齐放了 又是大家都期待了 如果是真的国产呢 系统不只是套壳啊 在海外呢 工程 列地 激活 国内产业链 我一定会支持 反正呢 若是窝里斗 充当买办啊 帮助外人啊 坑害国家和真正的民族企业 对不起你们了 不要小瞧 我在年轻人眼中的影响力 我一定会揭露你们 自从有职能手机啊 我就一直用华为 因为他们啊 在真正的搞技术 而不是玩营销 扩壶 如果说呢 爱国营销 那是像我这样的人啊 和特朗普所谓 和华为无关 有些企业呢 我从来没有这样看你一眼 现在我身边有几个 只不过习惯用Mate 30了 很假直播 用的是Mate 60 Pro 就是有钱 我叫支持华为 这种中老年啊 我跟你说啊 其实还挺多的 他们就 他们就你跟他都说不明白 他就他只认华为 为什么呢 华为是一个中国 已经跑了30多年 甚至40年的一个老企业了 小米才十几年 从这个品牌影响力来说呀 无疑呢 华为品牌影响力更高 他们也只认华为 第二个人就人怼嘛 汤老师啊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但是你最近的言论啊 真的是这个少人受不了啊 不了解的领域 真的少说一些话吧 他还说呢 他哥们的微博名叫 叫数学 数学汤家讽 因为他是这个考研名师 专门教数学的啊 说我痛恨窝里斗 我痛恨吃里爬外 中国科技发展不起来 年轻人会要不要来吗 好吧 他还证评论区跟人这互怼啊 我先说我的观点啊 还是这个话 小米呢 是国内最早做手机系统资源的 当然有人纠正呢 说这个美族做的更早 没问题啊 美族更早 美族更早 但是像米外 他是第一个呢 能把这个国陈手机测过系统做出来 并且让中国人意识到 中国人呢 也能自己做手机啊 从这点来说呢 小米无疑是最强的 也是最早的 小米在做小米1的时候 当时华为啊 还是在用各种套壳 然后呢 在各种什么电信移动联通啊 这些运营商那里呢 去做这个合约机啊 说实话那时候我也使过 特难用啊 特难用 只不过呢 小米的策略啊 可能慢慢慢慢 哎 国内做起来了 他也说我要不然 往日本呀 往印度啊 往欧美啊 也去发展发展 然后走国际化路线嘛 鸡蛋呢 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小米这点国际化 我认为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做国际化的话 只在中国市场内 那说实话呀 你和这个行业白草窟 华为啊 你真集中不过 为啥呢 中老年人不认别的牌子 你说让他们多长时间能认为 小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产品牌 他们是暂时可能还比较悬 因为华为的体量是一巨无霸 你要知道 他从九几年就开始 这么一个已经三四十年的老企业了 和小米这种新生企业比呢 那肯定是巨人 欧打小朋友嘛 不论是宣传经费呀 还是自然实力什么的 小米全方位都听众不过 这很正常 所以华为小米想呢 我干脆 对吧 我国内也别混啦 或者不能全带国内混 我也海外发展一下 虽然这个西方 日本 印度都研发的一些分度啊 也有市场营销部门 人海外市场做的也还行 但是就很多人说啊 你这买办行为 你在海外搞营销 你在海外搞研发 你不是买办是什么 那我要告诉你一下啊 华为啊 在你们口中的这些西方敌对国家 欧洲啊 美国呀 也都有啊 同样的机构 研发中心 营销中心 都有啊 研究院都有 华为走的路线和小米走路线 其实在2019年之前啊 几乎就是反正就是美国打架华为之前 几乎是没有区别的 转折点啊 转折点是来自于当年呢 这个5G事件 特朗普呢 董王啊 迫于当时的舆论压力啊 因为华为搞出一个 确实是咱们得承认啊 他是有科技创新 而且领先于美国的5G啊 这一下呢 海外媒体啊 他警觉些了 他说哟 华为原来有这个 自然研发实力 是不是 因为你想嘛 华为做这个手机 还有像这种通信基站什么的 他确实是有技术积累的 毕竟那么多年了 哪怕呢 之前有人说这个华为抄 你说抄抄抄抄半天 起诉华为呢 也没起诉成功 华为确实还做好 搞出自然来了 你不得不佩服 所以美国媒体开始热吵 中国威胁论嘛 你看中国这边华为 能做出5G来 我们美国还没有呢 一向是特朗普也得迫于 各种议员给他施压的 这种舆论压力嘛 作为回应 说查一查 是吧 就是一查呢 这个事就开始板上冷丁了 包括这种政策啊 继承到了拜登时期 从此呢 这华为就越来越衰 但是呢 像他们任总任正非呀 自己接受相关的媒体采访时 都公开说过 我们不是敌对美国 我们愿意呢 在美国心平气和的好好发展 对吧 但是呢 也没啥用 为啥呢 因为当时华为的宣传策略啊 已经开始在爱国营销 这方面去发力了 所以呢 我觉得啊 我觉得 华为其实属于成也销合 败也销合 爱国营销呢 在国内属于右翼阵营的 一个铁饭碗 你只要走爱国营销 像华为呢 以中国啊 这购买者 色录利的基数 他确实能赚钱 有这个基本盘 但是呢 也容易啊 被国外媒体所利用 他们觉得 哦 华为 这个我也警惕一下 对吧 这一下呢 海外市场全丢啊 开始进行 全方位的封杀 这一下呢 这华为出不去了 只能开始国内卷 那卷的对象是 那自然是 其他手机厂商 就是小米 什么OPPO Vivo这些呗 是吧 所以一度被叫为 这个行业白草窟 这是相关背景啊 所以你瞧 他说呢 小米 对吧 你们搞资源系统 这是窝里豆 那什么是窝里豆了呢 就好比说啊 你说你卖大白土 大白土奶糖 说我也做 大白土奶糖 配方呢 可能有一些些微差别 但口碑差不多 那这要窝里豆吗 然后乱七八糟 一堆根本没有识出来的东西 说什么 充当买办 帮助外人呢 坑害国家和真正的民族企业 好 就是买美国的芯片 就叫买办 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这个呢 有点道德胁迫了 我不说别的啊 比如你买车 那很多人说 我买大众 奔驰 宝马 奥迪 苏装BBA 买特斯拉 行不行 当然可以 但你说 那国产车就不能买吗 我买比亚迪行不行啊 那不买 为啥 国产品牌车 一般来讲 就是燃油车 说是燃油车 基本上还是 大家更认西方品牌 哪怕说推着休息四 可能会去买日产的 比如说像什么丰田呀 像什么这个本田呀等等 很少呢 说像他这个顺便 比如说汤家凤 人家我在清华 工作很长时间 看这帮老师啊 其实开燃油车比较多 我真的没有见过 大家开国产燃油车 像比如比亚迪这样 城城 是吧 我都没见过 我是没见过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买国产车呢 是国产车里没有燃油车吗 当然有了 只是你在品牌价值低 你不开嘛 你不买嘛 那我问你 算不算买办 这不是你使的这些 宝马 奔驰 奥迪 你使他们这车 你算不算买办 说白了吧 他们有种道德胁迫 这玩意国产 一个产品 或者国产一个零件 既然有了 你为什么不使他 不使国产的 说白 他是希望 你用他喜欢的品牌的相关的体系 让你投靠到他的阵营 他希望呢 同一个道德高地上来压迫你 让你来支持他喜欢的产品的阵营 但是呢 人家小米呢 也不是傻逼 对不对 那说实话 你们小米 你选一个 从这个品牌自称发展来讲 我给你 华为天天买很多水军来黑小米 几乎就差摁着脖子 让小米过天叫爷爷了 然后你还让小米呢 去使华为的手机偷偷系统 让小米呢 去使华为的芯片 那我跟你说啊 用不了多长时间 随随便便在公共链上 手机系统上卡你一下 你越来越难用 最后你小米呢 就彻底的滚蛋了 就玩完了 最后这块市场分合会被谁拿走 还是华为 那你为什么会相信 国外的这些贡用商呢 不是像谷歌 是吧 因为实践证明 实践证明 像谷歌他们 确实没有在这方面卡过 小米 像沟通 对吧 也没有卡过小米 他们从这个商业 角度来讲 一般情况下 除非说欧美那边发了一个什么政策 一个行政命令 像 比如说打下你小米 就问你怎么那么着了 我调查你 才会被迫配合美国政府 来对你进行封杀 但是呢 以华为啊 平时给手机厂商们这些观感 那回头背里怎么整你 都说不好 熟悉华为的这些同行们呀 华为的口碑什么德行 大家心里也清楚 对不对 因为他在他的铁粉和广大消费者眼里 非常好 非常伪光正 但实际下呢 这干了好多事啊 说实话 说了你们也不信 你就搜吧 华为空格 行业白草窟 你就知道 发现很多很多案例 你就明白了 然后那这位汤老师呢 还说呀 我要揭露你们 我希望你好好揭露吧 怎么揭露 你有什么实际证据 小米就是买办了 好吧 我相信他也没有 你要说呢 他说系统不止套壳 在海外工程列地 激活国内产业链 我一定会支持 好吧 那小米在海外市场 卖的不错呀 对吧 这不就是工程列地吗 这不就是激活国内产业链吗 那你以为小米的研发中心 是在哪 在美国吗 当然不是啦 是在中国呀 就在北边五彩城嘛 北京那边北边 养这么多国内的程序员 给我们北京市政府呢 提供这个各种国家税收 作为北京人 我是双手双脚支持 为啥呢 小米强大起来 他给我们北京市政府 做的税收贡献 也自然会更多 我作为北京人呢 自然会受益 我不支持小米 我支持谁呢 我支持这个 南山必成客 对吧 那不在北京嘛 看评论区啊 评论区说 这汤老师说呢 某手机品牌突然牛逼 扛靶子 系统套壳 在海外呢 出出受挫 压榨国内产业链 窝里斗 我猜不能是华为吧 阴阳怪气啊 因为确实华为 这些标签呢 华为都符合 是不是突然牛逼 是吧 是不是扛靶子 对吧 是不是系统套壳 鸿蒙嘛 是不是在海外出出受挫 是不是压榨国内产业链 对吧 就挤堆有伤嘛 说白了 华为啊 在国内市场份额抢的 全是小米啊 OPPO啊 vivo这些厂商 当然了华为粉丝肯定说 这就好啊 我们就希望看到华为 百分之百大一桶市场啊 最后给你稍微留一个 百分之一市场份额 让你们活着就得了啊 我跟你说啊 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思维啊 充实在华为很多粉丝的 这个脑海中 他们不想看到什么百块气泡 他们就想看到 他们喜欢的华为呢 一家独大 我跟你说呢 我就喜欢汤老师啊 极傲不逊的样子 他底下这个 比如说汤老师啊 你谨言谨言慎行啊 他说我不针对任何品牌 这几年呢 美国啊 极限打压我们 恨不得知我们于死地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啊 都会积压愤怒 所以只要哪个企业 专心解决卡脖子问题 内部良性竞争 我要说啊 你要说是解决卡脖子问题 华为在这方面呢 至少在手机方面啊 他没啥减数 为啥呢 其实9000S 芯片设计 解决不了卡脖子问题 解决卡脖子问题是谁呢 是中芯国际 它的N加1技术 好吧 比如说卡脖子技术 应该是中芯国际 跟华为没有关系 内部良性竞争 更没有了 对不对 那华为简直是 良性竞争的反一词 至于说什么团结一致 对外竞争 那问题是 看起来好像 华为从来没有实现这一点 华为在做的事 就是把他的这些 国内友商给打趴下 把他们市场风格吞过来 把他们向海外赶 所以华为呢 想对外竞争 几乎是没有实力的 因为国内 国内虽然不错 但是呢 国外啊 几乎就没有人买他东西了 所以呢 真正说对外竞争的 反倒是小米啊 什么OPPO啊 一家这些手机 华为手机 在国际市场上 是没有竞争的 你说呢 雷军啊 在红米品牌独立的时候呢 就说了 国内厂商应该抱在一起 结果都知道 窝里豆呢 也不是雷军挑起来的 是华为挑起来的 你瞧啊 你看这是 发表演讲 说披着国产外衣的 你看这是他的演讲嘛 不要跟我这吹牛逼啊 就是说呢 我这边骂的是谁 就是小米 OPPO Vivo 荣耀啊 好吧 他连荣耀也骂 我这够疯啊 这老是够疯 荣耀再怎么着 也是华为当年的此品牌 好吧 行吧 本质上呢 这是个八卦新闻 我呢 当然还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小米 所以呢 这位汤老师啊 大方厥词 跟我没啥关系 喜欢的话呢 欢迎订阅收藏推荐 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